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986集 你什么意思啊 木楠枝脸色微扁 反应比许清安还剧烈 臭和尚追到这一来了 许清安皱了一下眉头 什么情况 说话的时候 他目光望向后花园入口 只要一看见光头僧人的身影 就立刻开启战斗模式 我刚才旁听片刻 他们是为了图抹大会来的 静心等人路过乡州 听说了柴贤师父的恶行 特意上门询问情况 打算干预此事 佛门僧人向来喜欢行侠仗义 以此彰显佛门慈悲 李灵素讥笑 他目光不可避免地落在导药罐上 深吸一口气 然后果断后退 剧毒之物 不过好歹是四瓶的弟子 等闲毒影响不了他 这老怪物不出意外是个武夫 半途转修古术 他想做什么呀 五谷双修吗 李灵素暗暗猜测 其实这类操作在他看来相当正常 许多单一体系走到瓶颈 无法突破的高手 会尝试修行其他体系 坐在三瓶以下很罕见 毕竟人的精力和天赋是有限的 人生匆匆百年 走一条体系已经非常的艰难了 但在超凡境界的高手中 双修相对常见 达到三瓶后寿源漫长 完全有时间和精力 另辟蹊径 寻求突破 组合方式通常是 古武 道武 武 如 理由很简单 武夫的修行体系属于公共资源 很轻易就能得到 而其他体系的修行方式 中低瓶的还好 四瓶以上 包括四瓶 外界基本没有流传 如此看来 柴府不能呆了 许千安的话 打断了李灵素发散的思绪 冯门僧人应该是来找我的 躲回浮屠宝塔 顺便抢走龙脉 没猜错的话 杜滥金刚也在其中 我虽然不惧四瓶 但三瓶金刚能垂爆我 真是缘分啊 竟然在乡州遭遇 这么看来 柴家的事我就不便掺和了 至少 不能明目张胆的参与 想到这里 许千安做出决定 我们现在就离开柴府 圣子 你作为碟子 留在柴府 为我们打探消息 李灵素花容失色 我留下 万一被符门的和尚认出来 当场就把我给超度了 许千安吃完最后一勺毒药 孝道 柴幸尔知道你天宗圣子的身份吗 李灵素摇头 我没透露给他呀 你刚才在大唐旁听时 静心有认出你吗 李灵素还是摇头 很好 许千安害手 文人倩若已经把你身份 透露给佛门 这是我们事先就商量好的 这样才不会波及到他 既然柴幸尔不知道你的身份 那么你只要让他隐瞒你的名字 变成了 雷舟时你只是个旁观者 静心压根就没注意到你 而当时你有一容乔装 如今这副真实面目 佛门的人不可能认出来 李灵素仍觉得不够稳健 他有点迟疑 话是这么说 但是 许千安摆了摆手 你不是想查清柴贤的案子吗 那你要多盯着柴幸尔 生子脸色当即 以便紧紧的盯着他 你什么意思 出钱你也在场 我问你 如果真有一个擅长操纵尸体 且用充足动机嫁祸柴贤的人 那个人是谁 不等圣子回答 许千安说道 当然是你的小相好 柴家家主死了 整个柴家就是他的 而柴贤修为不弱 天资又好 且品性极佳 这样的人必然有一定的威望 对他来说 是个威胁 因此一石二鸟的嫁祸计划 是个奇妙的法子 李灵素神色严肃的摇头 杏尔不会这么做的 许千安拍拍他的肩膀 那就留下来 好好地盯着他 大唐内 李灵素去而复返 柴贤 杏尔还在招待静心和静缘 除了两人之外 唐内还有三名和尚 见他返回 柴贤尔几时看了一眼 继续与佛门僧人说起 柴贤尸父杀人的经过 阿弥陀佛 此等恶人留着一室祸害 柴施主放心 平僧会助柴家一臂之力 除了这个祸害 静心禅师双手何时 多谢大师 柴幸儿何时行礼 静心笑了笑 目光随之落在李灵素的身上 这位施主是 李灵素抢在柴幸儿开口前传言说道 别说我的名字 柴幸儿笑容清冷 他是我的固友 听完家中事变 特来探望 静心和尚汗手 柴幸儿继续说道 几位大师从西域而来 一路奔波 不妨就在府上住下 总好过在客栈落脚 那就多谢柴施主了 佛门的人喜欢白嫖 不管吃得住的还是银子 能白嫖就白嫖 在佛门的理念里 钱财是身外之物 过于在意 容易坏了心境 所以哪怕佛门并不缺钱 他们还是喜欢白嫖 安顿好佛门僧人后 柴幸儿领着李灵素 进了闺房 蹙着眉 你与这些和尚有仇戏 算是吧 以前发生过冲突 李灵素没提徐签的事 柴幸儿点了点头 徐签辈有事要办 先行离开了 那你呢 我当然是留下来帮你啊 柴幸儿清冷的脸庞 渐转柔和 恩了一声 另一边 静元坐在桌边 喝了一口温热的茶水 师父 让我们十日后在雍州会合 此件事得尽快解决 否则会耽误行程 静心盘坐在床榻回应道 那柴幸儿是无品化镜 即便有四具铁尸相助 战力依旧不及四品 他若是敢出现 随手除之便是 影响不大 听多累一下他沉声说道 我倒也觉得此事疑点颇多 那柴贤若是真凶 他何苦嚷嚷自己是冤枉的 在张州境内流连不去 可他若真是冤枉 柴府目睹他行凶之人不少 事后襄州境内贫发命案 也有人目睹他杀人练尸 这些都是铁证 不容他狡辩 奇怪 奇怪 有什么好奇怪的 抓住他 一问便知 佛门有戒律能力 想让一个人说真话太容易了 柴使主说 两日后便是涂抹大会 按照柴贤的行事风格 他或许会在当日出现 这时一个僧人从外头进来 手里捧着木盆纳闷道 为何感觉香州的天气 比西域还有苦寒几分 第987集 上猫 香州城最好的客栈 头等厢房里 圆桌上放着一只小火炉 炉上炭火熊熊 铁试着陶瓷酒壶的地步 许清安站在窗边 望着行人不多的街道感慨道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今年的冬天会很冷 比以往都冷 直觉来源于天谷的能力 在谷族 天谷不能制定皇历观测天象 是谷族农耕领域的权威者 木南枝也有明显的感受 但是他不明白原理 娇声说道 为何今年会特别冷 如果是上辈子 我会回答你是因为温室效应 冰川融化 许清安摇头 国之将亡 天灾人祸不断 这个话题有些沉重 木南枝便没有多问 也不想去思考这些不开心的事 把注意力集中在滚烫的美酒上 喝完酒 许清安躺在小榻上沉沉睡一句 黄昏时醒来 看见木南枝坐靠床头 专心致志的读着闲书 真不愧是大风第一美人 尽管相貌平平 这份优雅的气质 也要远胜寻常女子 许清安诚心闭上了眼睛 客栈后远 掌柜养得菊猫 轻盈地跃上墙头 离开客栈 他在大街上飞奔 速度极快 跑跑停停 两个钟后 来到柴府大门外 夜色降临 柴府大门紧闭 菊猫绕着围墙转悠一圈 找到一个狗洞 钻了进去 许清安以心骨操纵菊猫 准备夜探柴府 有些事 人不好查 但动物可以百无禁忌 有些话 不会当着外人的面说 但当着动物的面 可以畅所欲言 他始终觉得柴贤的案子 有古怪 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 明显柴性而嫌疑更大 此外 他还得监听一下 佛门僧人的谈话 了解他们的目标和打算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希望我不会染上金莲道长 类似的上猫恶习 他嘟囔了一声 有目的性的直奔柴性儿的房间 猫的四肢又厚厚的肉垫 平时奔跑 悄无声息 即使是耳目聪明的高手 若非仔细聆听 也不可能捕捉到橘猫 奔行的动静 当然就算听到了 也没人会在意一只野猫 许清安在柴府待了半天 对柴性儿的住所 只知道一个大概方位 橘猫漫无目的的在内院走走停停 不多时 终于找到柴性儿的闺房 那是一座四合小院 主屋的厢房里 烛火摇曳 橘猫在眼下缓步而行 走到门边侧耳倾听 李郎 你如实告诉我 你回乡州 真的是为了我吗 烛光明亮的卧室里 柴性儿清冷月耳的嗓音 从门缝里传出来 当然 李灵素低沉而眷勇的声音 我说过 有牵挂的人是走不远的 哪怕他在天涯海角 但迟早有一天 会回到心爱的人身边的 那你发誓 以后都不离开我了 星儿 你知道 我是个浪子 李灵素语气一转 但你如果愿意跟我走 我发誓 这辈子绝对不离开你 撒谎 橘猫心里嘀咕 这渣男 明知道对方不会在这个节骨眼 放弃柴家跟他远走天涯 才故意那么说 他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猫的个子也够不上窗户 无法戳个洞窥探 再说 一只猫趴在窗边偷看 这一幕也太奇怪了吧 傻子都能看出问题 所以呢 橘猫优雅的趴在门口 竖着耳朵继续偷听 柴性儿叹息一声 李郎 柴家遭此大变 我如何能跟你走 李灵素温柔的声音响起 我可以留在这里等你 等柴府试了 我们就一起浪迹江湖 无内一时沉默 柴性儿清冷的声音传来 李郎 并非我不愿意陪你浪迹天涯 只是这世道 若能安平喜乐 何必颠沛流离呢 柴家虽遭此大难 但对我们来说 何尝不是个好机会 你 你什么意思 李灵素的声音变了一下 我大哥只有三个儿子 长子夭折 次子平庸无能 幼子顽固 只知享福 如今柴贤大逆不道 做出这等恶事 柴家家主的身份 以后 只能是我做了 柴性儿柔声说道 李郎 我唯一不足的地方 就是没有子嗣 你留在香州好不好 将来 我们的孩子 就是柴家家主 杏儿 你告诉我 柴贤的事 真的与你无关 你不信我 我自是信你的 只是此案颇为蹊跷 我当时又不在场 李灵素还没有说完 便被柴性儿打断 冷冰冰地说道 我累了 李灵素叹了口气 当即说 你好好歇息 我先回房了 几秒后 门外的橘猫忽然听见 扑通的倒地一声 似乎有人摔倒 而后传来圣子震惊又恶然的声音 杏儿你 橘猫许清安心里一领 知道他中了毒 柴性儿为什么要读到圣子 我的问题在客栈 根本赶不过来救人 对了 可以去找佛门的和尚 去胡同郎 念头闪烁间 他听见柴性儿悠悠地叹口气 李狼 你变了 换成以前的你 会不顾一切地抱住我 安慰我 可你现在只想着离开 你忘记当初的海誓山盟了吗 忘记你为了讨我欢心 不顾生命危险 闯入千诀谷 是什么让你变了心 不 姑娘 她不是变了心 她只是肾亏了 许清安以吐槽的方式 在心里回答柴性儿的问题 你到底想做什么 李灵素缓和过来 与其平静只是有些无奈 见圣子没有惊慌失措 许清安打算在观望片刻 毕竟引来西域僧人的后遗症极大 会暴露李灵素的身份 从而暴露她的身份 关键是 她现在还不确定 毒难金刚在何处 柴性儿柔声开口 当然是想给你生个孩子 老天在这个时候 把你送到我这里来 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甚是欢喜 那你又何必用毒啊 因为在那之前 我问你三个问题 你若说谎 我不回答 我便剪断你的命根子 说话间 许清安听见剪刀开合的声音 以及李灵素颤抖的嗓音 什么问题啊 这你马是个病骄啊 橘猫许清安呲牙 下意识地病拢双腿 然后发现附身的是只小母猫 她突然就期待起后续的环节 第九百八十八集 渣男的自我修养 柴性儿柔声说道 你爱过我吗 自然 我对你的心天地可表 如果有半分假意 就让我永世不得超声 李灵素大声喊 虽然我对杏儿一片痴情 但你如何知道 我说的是真话呀 李灵素苦笑 李郎 你不用试探 实话与你说吧 我在你方才喝的酒里 下了情谷 当日你不告而别 我伤心欲绝 亲自去了南疆 向情谷部求来了情谷 你若真心爱我 情谷便不会反事 反之 则痛不欲生 此外 母骨在我体内 我问的问题 你都不能撒谎 我 我这辈子 是跟情谷八字不合吗 李灵素脸色苍白 柴性儿淡淡说道 第二个问题 你还爱过其他女人吗 圣子的钉钉保不住了 徐千安的猫脸难言笑意 反正圣子只要没有生命危险 其他的问题就不大 对于一个渣男来说 鸡飞蛋打是最好的惩罚 李灵素没有回答他 柴性儿眯着眼 在他身边蹲下揉声说道 李郎 为何不回答我 李灵素叹息 唉 我只是觉得悲伤 当初我们初见 看到你的一瞬间 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 你是我将来要守护的 宠爱的女人 我遵从新的意志而行 却没有追究原因 如今我才知道 原来你缺的是安全感 正因为如此 当初我才会不顾一切地 想要守护你 想来我当日不辞而别 对你打击很大吧 唉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除了你之外 我爱过其他女人 比如我的母亲 幸儿 我很庆幸 自己在这个时候回来 能和你共同面对 差家的风风雨雨 除了母亲之外呢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好家伙 一大堆情话里夹在着一个半真半假的回答 以为这样就能瞒过别人吗 橘猫安大怒 哐当一声 剪刀摔在地上 接着是柴幸儿欢喜而泣的声音 厉郎 厉郎 橘猫安在门外等了一刻钟 听到了女子的喘息声和摇床声 直到圣子开始被迫营业了 她才离开 并将女人要不得呀 否则成哥的今日就是你的明日 柴幸儿的嫌疑确实不小 根据犯罪动机来判断 她是最大的受益者 一边寻找佛门僧人的住所 一边想着 不多时 她找到了和尚们所在的院子 僧人坐席规律 院子里除了西边的房间还亮着灯 其余房间都是黑的 橘猫安无声无息的进入院子 并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 西乡房的门敞开一条缝 几名身材魁梧的僧人坐在火炉边 炉上架着一口大锅 锅里蒸汽腾腾 肉香就是从里边飘出来的 武僧和禅师不同 武僧不用守清规戒律 酒肉穿肠果 佛陀心中流 此外 武僧和武夫一样 走的是炼精化气的路子 饭量极大 徐清安透过门缝看了一眼 没有发现四瓶武僧静缘 没有缠尸在房内 心里烧鞍 你们可知肚难师祖为何中途离去 一位武僧吃得满嘴流油 扫了一眼同门 不知 其他武僧摇头 肚难金刚不在 橘猫安心里一喜 玄机本能的思考 有什么事比追回浮屠宝塔更重要呢 要知道 里头关押着神叔的短臂 方才说话的武僧摇头 其实我觉得 静心师叔太爱管闲事 咱们尽早赶到雍州 就能尽早打探情报 埋伏那人 掐着时间点去 这是失了先机 无妨无妨 那人并不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况且 这次除了肚难师祖 还有杜晴罗汉和杜凡金刚 率一众冲门相助 就算那人插上翅膀 也休想逃走 一位武僧喝着肉汤 黑了一声 那人是谁啊 杜晴罗汉和杜凡金刚 率领佛门僧人 一起出动 许晴罗汉心里一沉 略作思考后 他有了猜测 佛门是冲我来的 联想到自己在雷州时 暴露的线索 佛门猜出他的身份 虽然意外 却又在清理之中 出动了一位罗汉 两名金刚 佛门对我还真是重视啊 庆幸的是 尖证老头子 把琉璃菩萨干趴下了 否则 我根本逃都别想逃 这位掌控行者法相的女菩萨 速度可称之为 当时第一人啊 橘猫哀是又庆幸又沉重 又一名武僧说道 哎 我觉得啊 静心师叔有他自己的考量 你们别忘了 前几日要不是他插手一起 山匪后乱村镇的事 我们也不会遇到 那位得了龙气的山匪头子 哼 如今他放下屠刀 洗心革面 皈依了我佛门 谁在那里 武僧突然喝倒 与此同时 敞开了一条缝的大门 彻底开启 橘色的光韵照亮了门槛边的橘猫 喵的一声 橘猫轻柔的叫唤 琥珀色的瞳孔 悠悠的盯着铁锅 啊 原来是被香味吸引来的猫 那位发现他的武僧脸色转柔 夹了一块肥肉丢到门槛边 我操 能来块瘦容吗 橘猫不情不愿的叼弃肥肉 在武僧们的驱赶下逃之夭夭 出了院子没走几步 他忽然看见一道人影 从黑暗中走来 是个面无表情的壮汉 橘猫庵原以为是柴府的人 本没在意 走得近了 猫渠忽然一疆 此人面色与常人无异 但是没有心跳 没有呼吸 像是一具行尸走肉 这是一具尸体 柴家虽以空尸文明 但应该没有谁大晚上的 有操纵尸体胡乱走动的习惯 念头闪过的同时 他看见尸体与自己擦身而过 绕过和尚们居住的院落 朝内院走去 跟上去看看 举茫庵轻盈的跟在身后 大概一刻钟 那具尸体在内院某处 僻静的院子停了下来 他在院外停顿片刻 直挺挺的弹起 越过两米多高的院墙 落入内院 是 院里传来呵斥声 下一刻 砰砰联响 伴随着闷哼声 倒地声 一切风平浪静 菊茫庵在外面等了几分钟 猛的窜出 在墙上如履平地 轻松翻过墙头 也进了院子 这完全是菊茫自己的能力 心骨只能控制智商不高的生物 无法授予能力 还好我控制的是一只猫 要是一条狗的话 说不定已经进了那群武僧的肚子 他心里覆飞着 琥珀色的目光扫过院内 第九百八十九集 背后控制他的人是谁 两具身体倒在院子里 昏迷不醒 主屋的门敞开着 漆黑一片 阴森恐怖 菊茫庵快速地掠过昏迷的两人 窜入黑漆漆的房间里 房间陈设简单 靠窗位置有一个黑洞 延伸向地底深处 石盖板高高枝起 这个洞口刚被人打开 菊茫没有任何犹豫 钻进了洞口 洞口修建着一条台阶 朝着地底延伸 微弱的光芒从地底升起 那是由灯散发的光运 接着微弱的光运 菊茫无声无息地行走在台阶 几分钟后 抵达了台阶尽头 臣服的气息扑面而来 伴随着一股刺目的味道 菊茫庵险些昏厥过去 猫的嗅觉是人类的数十倍呀 这味太重了 菊茫庵摇摇晃晃的站稳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是尸臭味 这个地窖里全是尸臭味 他发现地窖很大 四通八达 更像是一个微缩的地底迷宫 悄然行走片刻 一条涌道出现在他面前 涌道两边 一具具尸体寂静的站立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有穿着兽衣的 穿着长裙的 穿着如衫的 他们闭着眼睛脸色苍白 却又像是随时都会醒来 另外 地面落满了头套 可以想象 这些头套原本是套在尸体头上的 但现在被人扯了下来 客栈里 穆南枝看完贤书 书展腰枝 打算钻入被窝里睡觉 可他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呼吸声 隔壁的小踏上 许清安侧着身 闭着眼睛 呼吸粗肿 怎么了 穆南枝吃了一惊 对他还是很关心的 许清安没有睁眼 梦一般地回复 人 人间天堂 做梦了 穆南枝仔细地审视他 过了一阵 见没有发生不好的事 顿时松了口气 臭小子 臭小子 盼神出手 削了许清安几个头皮 一阵暗爽 王妃悄悄发泄着 一路上被冷落得不满 虽然这家伙对自己还算不错 除了偶尔几次露宿荒山 大多数时候都煮最好的客栈 吃最美味的食物 但未免也太相敬如宾了吧 除了孙玄姬那次 他稍稍做得过分些 平日里顶多握一下他的小手 老娘就算是换了一副面孔 但也是大风第一美人 就那么没有吸引力 你打了雪音罗 窗铺里的小白虎探出小脑袋 乌溜溜的眼睛盯着穆南枝 像是发现了大秘密的孩子 娇声说道 我要告诉他 穆南枝白眼说道 大不了你也来打他一顿 我不说 小白虎歪着头想了想 好吧 他利索地从温暖的被窝里 爬出来跃下床 来到小塔边用力一跃 他没能跳上去 小肚子撞到了床边 没用的东西 就你还想日行几千里 穆南枝撇撇嘴 把他抱到床上 前行和速度是我的本命神通 但是太消耗法力了 我还小嘛 本身力量太弱了 说着 他爬到许清安身上 两只前爪左右开弓 啪啪地扇他的耳挂子 边打边娇齿 让你说叶姬姐姐不敢赢子 让你说叶姬姐姐不敢赢子 力道虽然不大 但气势呼呼声风 等他打完 穆南枝笑眯眯地抱起小白狐 何一说说 什么叫叶姬姐姐不给银子 他只知道 叶姬是小白狐的姐姐 许清安的旧情人 地交里 仿佛回了家一样的许清安 忍受着刺鼻的味道 痛病快乐着 他寻着被揭开头套的尸体 弓着腰 悄然前行 直到看见那句行尸走肉 他不停地揭开尸体头套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他是谁啊 或者说背后控制他的人是谁 怀着这样的疑惑 许清安保持耐心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悄悄溜走 就这样过了两课中 他仔细查看完了所有尸体 之后又进了某一扇小门 地窖中的地窖 墙上油灯散发着昏黄光运 就在许清安考虑要不要进去时 他出来了 轻轻地关上门 转身朝来时的路返回 他又走了 菊茅安不做犹豫 立刻撤退 他赶在尸体前离开地窖 跃出小院 在院外的绿化带边隐藏好 没多久 一道黑影直挺挺地弹出院子 啪打一声落地 之后 他悄无声息地朝着柴星儿的住处前行 在院子里旁听了翻云覆雨的动静之后 毫不留恋地离开 此人对柴府非常熟悉 巧妙地避开府上子弟的夜巡 一路有惊无险地离开柴府 在这个过程里 许清安一直跟在他身后 寒夜里 行尸速度极快 穿梭在大街小巷 规避着寻街的城防军 这并不困难 像香州这样的郡吉小州 夜巡力度有限 不可能像京城那般严密 不过 因为近来柴贤到处杀人的缘故 官府加强了巡逻力度 黄昏后 城门就关闭了 菊茂安跟着行尸东绕西绕 终于来到了一条小河边 扑通一声 水花渐起 行尸干脆利索地跳进水中 消失不见 他发现我了 不对啊 被操纵的尸体不具备本体的神意 除非这具尸体本身就是炼神经 但这样的话 他早就该发现我才对啊 菊茂安目光顺着河流 望向远处的巍峨城墙 豁然明白对方的意图 第九百九十几 柴贤 他打算潜入河中 沿着这条河出城 菊茂沿着河岸狂奔 等临近城墙时 方才跃入水中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猫的体力 不足以在水中游上百米 还得考虑后续的追踪 河水冰凉刺骨 浑浊的难以失误 菊茂在水底滑动四肢 顺利的通过城墙 出现在城外 漆黑的水面上 涟漪荡漾 菊茂奋力滑水来到岸边 通常来说 这种穿城而过的河岛 底下会设置铁网 但又不是绝对 毕竟这个时代的百姓 卫生观念极差 什么垃圾都往河里丢 很容易造成堵塞 因此 是否设有铁网 全看当地官府的自觉 上岸后 菊茂安微微抬头抽动鼻翼 嗅到了似有似无的尸臭味 他如利剑般击射而出 不多时在暗淡的月光下 看到了行尸的身影 一人一猫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 行了一个时辰 这个过程中 许清安多次停下来 休息以补充体力 猫科动物的特点是 速度快 但耐力极差 这一路长途奔波 菊猫的体力耗算严重 换成是狗的话 许清安觉得 陪他走到天荒地老都不成问题 穿过田梗 密林 荒地 终于前方出现了一个小村庄 坐落在寂静无声的黑暗里 能操纵行尸走这么远 操纵者的修为不低啊 本身就是尸骨专家的 许清安心理暗想 至少他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行尸清车熟路的 沿着泥泞小道 来到一户人家的院门外 院子里有两个高高的草垛 行尸抬手 轻口门飞 荒泥屋的门打开 有人提着灯笼 蹦蹦跳跳出来 个头不高 似乎是个孩子 孩子打开院门 迎接行尸进院 父儿关好院门 又回了屋子 然后小窗里透出了火光 贤叔 有找到小兰姐姐吗 声音软弱清脆 是个女孩 没有 一个偷着疲惫的声音回复 橘猫立刻跃上城墙 蹲在院中偷听 那怎么办呢 可恶 到底是谁在陷害贤叔 女童不愤的说道 那声音没有回答 过了半晌 愈发疲惫的说 不知道 时候不早了 哎呀 快些睡吧 哦 女童回了一声 之后 烛光熄灭 没了声息 贤叔 小兰姐 潜入柴府的行尸 是柴贤 橘猫庵当即做出判断 香州城内 客栈里 许清安睁开眼睛 他猛的坐起身 把缩在被窝里说 悄悄话的木南枝 和小白狐吓了一跳 你们刚才是不是打我了 许清安怒道 是他打的 木南枝和小白狐同时甩锅 回头再收拾你们 许清安嘀咕一声而后 沉声说道 我出去一趟 你们先睡 许清安化作阴影离开 木南枝也懒得问 伸手摸了摸小白狐的脑袋 有这个小东西陪伴 他就不会那么害怕 小村庄 菊毛安正要悄悄离开 等待本体的到来 朋友 原来是客 何必急着走呢 话音落下 菊毛安听到身侧的草垛里 传来响动 四道身影从草垛里钻出来 月光朦胧 四人衣着破烂 面无表情 死气沉沉 四季的毛子悠悠地看着菊毛 我早被发现了 我现场卖个忙 不知道能不能门混过关呀 他心里一想着 口吐人言轻笑道 拆显 黄泥屋的门打开 一个穿不仪的男子提着灯笼走出来 他五官清俊 身高有一米八 气质温和内敛 眉宇间 欲欲解难解 见到此人的瞬间 徐清安脑子轰得一阵 涌起无边无际的惊喜 在他的视野里 此人金光缭绕 体表隐隐有龙影游走 气象不凡 龙气宿主 相比起那位被他一刀斩首的献霸 这位的龙气浓郁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是九道至关重要的龙气之一 刚才没有发现 对方是龙气宿主 是因为他本体不在 帝书碎片也不在 与龙气之间没有感应 直到此刻 亲眼见到此人 徐清安才看到龙气 原来柴贤是龙气宿主 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要不是心血来潮 遇到湘州案件频发 我可能根本不会在湘州久留 不 这不是运气 这是龙气与我之间的聚合效应 徐清安惊喜得差点要喵出声 阁下是谁 他收敛情绪 与其平静的回应 一切有狭罢了 柴贤审视着橘毛点点头 此地不宜说话 随我来 离开院子 两人来到一处僻静的小巷 徐清安主动开口 我听说了湘州柴贤的事 对此颇为好奇 于是夜探柴贤 没想到 恰好与你撞上 所以 徐清安直言不讳 我已经了解事情经过 关于你师父的事 一点颇多 恐怕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吧 柴贤似乎有些意外 不太信任地说道 阁下不妨说说看 疑点颇多 多在哪里 最大的疑点就是师父 虽然这个世界上 确实有不当人子的父亲 但柴贤家家主 对你还算不错 哪怕你再怎么 钟情柴贤家小姐 只需要带走他便成 何必把事情 搞得这么糟糕呢 如果说你是纯粹的恶人 非要恩将仇报 那么人也杀了 青梅竹马的女人也带走了 早该逃之夭夭才对 何必又留连乡舟呢 菊猫侃侃而谈 思路清晰 柴贤沉默了一下 叹了口气 可惜 世上像阁下这样的聪明人太少 义父不是我杀的 小兰也不是我劫走的 我留在乡舟 是想查清楚 背后陷害我的人 好 说说看 你都查到了什么 你怀疑谁 菊猫安乐的拖延时间 等待本体赶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